因為我覺得媽媽真的沒有時間照顧自己 老公又沒辦法照顧她 又不可能 你知道我現在都會 我現在都會帶著老公去打流感疫苗 好棒 因為我之前就是沒有打流感疫苗 我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是最辛苦的 因為照顧新生兒前半年 那時候我跟我們餵母奶 就是每天只能睡兩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又是這種秋冬季節 流感很盛行 然後我那時候就生病 因為每天睡眠不足 我好像抵抗力變很弱 我就生了一場病感冒 可是因為我不想影響小孩 所以我一直喝檸檬碎 我也不想吃藥 因為在餵母奶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子 把自己的病箱壓下去 這樣子很辛苦 然後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冒壓下去 結果後來大概拖了大概四天吧 就是有一天早上起來 我要去買菜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走幾步路 妳真的不是把菜捏太多了 對啊 好可愛喔 媽媽就是要展現亞洲人的賢慧 你知道我要去買菜 我走幾步路覺得好喘 我才在走路喔 我真的走路 我真的覺得很蠢 而且那個呼吸是我沒有辦法呼吸 是按下去會 不是按 我吸下去它會痛 它就會很痛 真的很痛 會想說不要呼吸 因為只要吸一口 它就會有好像大石頭壓胸 它就很痛 我覺得不行 我要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已經就是檸檬水在也失效的時候 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給我看那個片子說 你是不是有得過流感 你現在已經是 你看你背這邊的白點 全部都白點 你這已經是肺炎 你再拖下去的話 你就會整個整片都是白的這樣子 我那時候當下才嚇到說 我應該就是之前感冒是流感 我一直在撐 然後我就拖那麼久 從而變成肺炎 對啊 到底哪些人是因為流感會容易併發肺炎 媽媽很容易對不對 其實如果是 當然啦 你在照顧小孩 或你工作壓力很大 在熬夜的人 你其實就是相對的高風險群 但是其實我們有提出一些 有一些人呢 他的這個狀態是比較容易得到 這個流感之後 會出現一些很嚴重的症狀 我們就想承認的部分 因為在場這個都是一些辛苦的媽媽 如果你本身已經很辛苦了 你已經很累了 合併一些慢性疾病 這些慢性疾病 例如像是有心臟的問題 肺臟的問題 肝臟的問題 甚至像是糖尿病 假設你有這些是你身體 你自己知道你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因為你就是高風險群 所以如果像這些其實都是 不管長者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孕婦 所以其實你在這樣的環境下 或是你有這樣子的一個體質 或你已經有這樣的慢性病 是帶著的時候 到了這個特殊的季節 你自己一定要一直警報 提醒你自己 是時候你應該去 這個預防這些問題的產生 其實一般來講 這個之前黃醫師有提醒過大家 一般來講 如果他出現的是這種呼吸道症狀 你都還會有 因為小朋友的部分你都會警覺 有朋友發燒 咳嗽 呼吸道症狀很明顯 你一定想說這不是不好 可是那個小朋友他是什麼 他一開始是還沒有明顯發燒 他是肚子痛腹瀉 媽媽一直以為說 他說他肚子痛 拉肚子 那應該是腸胃的問題 到後來高燒起來去醫院 當天就收支援 當天插管 當天插管 居然是肺炎 而且更妙的是那小女生說 可是他之前明明就肚子痛 冒冒說他肚子痛怎麼會是肺炎 就醫生說他是整個 右下的肺部那個 其實整片一照起來就已經很明顯 都已經是白的 所以他其實是肺炎 所以小朋友有時候是 如果他症狀不點擊 你有時候會覺得他不是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要左流右肺 或幹嘛 原因是這樣 所以剛剛樹欣姐講了一個 一個順口六年不聽 叫左流右肺 那是什麼意思 每到了這種冬天 10月之後 除了打左邊打流感疫苗 那邊要打肺炎鏈球菌 左流右肺 兩種疫苗 肺炎鏈球菌不是 不用每年都打是不是 可是不用 但如果你沒打過 你就要提醒他 你有沒有打過肺炎鏈球菌疫苗啊 那如果你們家有人是符合這個 肺炎鏈球菌疫苗的規定的話 也可以打 我們現在講的是大人啦 所以我們怎麼樣 大人怎麼樣去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呢 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流感啦 你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每一年好像到了 10月多開始 10月多開始 聽到說流感快去打 快去打 的確因為流感 它的這個病毒株 會一直變形變形 對 所以我們每一年呢 都會在提前先去開一個會 就是世界會議 去判斷說猜今年 可能哪幾支流感疫苗 它會 流感它會開始作亂 對 那它就把這幾支 收集起來之後 做成一支疫苗 所以每一年會固定在 大概10月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流感的施打 那肺炎鏈球菌 它其實就不用那麼頻繁 我們通常平均建議的是 其實你終身 大概就可以打一次就好 那尤其是 65歲以上的人 就是左流右肺 你就是可以在那一次 就一次把它打完 但如果你是這些成年人 那你自己像我剛剛提到的一些 其他的慢性病 你有帶 你有的話 就是終身打一劑 所以其實你貼刀打 避免預防也是可以的 對 很多人可能會最近在電梯裡面看到有貼 對 說老人的肺炎鏈球菌疫苗 對 還有免費 你可以來 但是那個跟我們今天講的 會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要解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肺炎鏈球菌疫苗有兩種 對 一種呢 就是那個75歲以上免費的 那個叫做23架 就是23架的舊型的肺炎鏈球菌疫苗 那種就是舊的 我們就也沒有說它好或不好 但是它就是舊的 舊的話它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它抵抗力打完 就過幾年它就開始掉 然後它沒有辦法不斷的追加 有一些缺點 那不是說它不好 那現在講的這種 我們希望65歲以上的人 不管你 就一定不是免費的 就是你要帶著你爸爸媽媽去 或你自己去的時候 那個是自費的 那個是13架的接核型疫苗 其實就是我們兒童 小孩打的那一枝 可是小孩不是打很多 所以小孩免費 對 所以國家已經把錢都投在小孩身上了 因為小孩現在三針都免費嘛 同樣一種 13架的這種接核型的疫苗 現在我們就推廣到65歲以上的老人 那因為年紀大的人 其實他打一針 他的效果就很好 不像我們小孩要打個三針或四針 所以這個兩件事一定要拆開來看 對 65歲以上左流幼肺的那個幼肺 是指新的這種13架接核型疫苗 就是我們的小寶寶打的這種 了解 那至於另外那種旧型的 就醫生會給你額外的建議 比如說你已經打好這種新型的之後 再過一段時間 醫生說你的抵抗力 其實你有一些慢性病 你可能要保固更多 他會再給你補強這種旧的 所以順序要對 先打新型再打旧型這樣 了解 這樣大家有清楚嗎 有清楚 但是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避免流感一來 我們是又感冒又得肺炎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之類的 我之前有聽說啊 因為其實我家 我反而就自己很喜歡喝和手屋雞湯 然後我以後聽說和手屋 是很好的一種中藥菜 然後它是在秋天的時候 可以特別幫忙治咳嗽 然後因為就最近我老公有點咳嗽 所以我也常常蹲那個和手屋雞湯 給他喝 那只是而且聽說女生對女生很好嘛 可以補血 然後又可以補肝腎 然後但因為它畢竟是個中藥 所以我給小孩喝的時候 都會給他只喝 就大概一個碗裡面的四分之一這樣子 然後一點點 和手屋雞湯 這個可以每天都喝嗎 還是多久 這個其實還好 因為他這邊講 因為中醫講 秋天的氣候是燥嘛 所以中間咳嗽是燥咳比較多 所以他這邊用和手屋 是因為和手屋它有滋 就是滋潤的作用 它可以滋陰陽血 所以它可以滋潤 你有燥的時候要有滋潤 可是他剛剛講 它其實比較偏補肝腎 如果特別針對呼吸道的話 可以建議你還可以再加一點 像百合 穿背或麥門兜 這個是比較有滋陰潤肺 它特別針對肺會更好 所以在煎煮的時候可以加 那其實小孩子也是可以喝 但是通常我還是建議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是預防用的 你不能再 他已經肺炎了 他已經感冒 正在發燒的時候 你給他喝正在補的 他這個一定是在平時的調養 跟他已經生病 病情恢復了之後 你才可以做調養 了解 像我女兒 因為她呼吸道也很弱 所以常常都會有 酒殼不育的問題 所以為了要提高她 腹吸道的免疫力 我婆婆 她常常叫我 多煮一些杏仁茶給她喝 因為據說杏仁茶有 用肺的功效 對 那從此之外 我還會在杏仁茶中 像廖醫師提到的 粉光森 還有黃旗 像黃旗 它就可以提高免疫力 它還可以強化肺部的功能 對 然後像粉光森呢 它可以補 補固了我們的皮色 然後還可以補血 所以如果當這兩個 加在一起的話 它可以一起調節 我們的免疫力 還可以避免感冒的發生 對 因為杏仁 其實剛剛講 它也是有潤肺 止咳跟頻喘的作用 所以杏仁茶其實還不錯 對 那你剛說 加了粉光森 跟我剛講 真是針對氣虛病人 所以其實中藥材 可以跟食材 我們講做個藥膳 所以我們剛剛 把它搭配起來 這個南瓜紅豆粥 藥材其實很簡單 就我剛講 你呢 我們可以準備 這個就是粉光森 粉光森 然後我們跟黃棋 這是補廢氣的嘛 我們大概用三千 另外用芙苓 白色就是芙苓 然後這是炒白竹 我們用兩千 那這是比較有去濕化痰 如果你有痰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四個中藥材 其實準備好 你大概用三碗水 煎煮成一碗藥 直接備用 你就切適量的南瓜 你可以大概看家裡的量 你如果一般來說 可以用60克 那這個紅豆 我大概就一杯的量 好 那我們一樣的 把這個南瓜切好 洗乾淨切好 然後把紅豆蛋一杯 洗乾淨之後 我把它放到電鍋 其實用最簡單的方式 你就像煮粥一樣 放在電鍋裡面 那通常內鍋用三杯水 要煮成粥 外鍋用一杯水 那你讓電鍋跳起來之後呢 再把那個剛剛一碗的藥汁 倒進去之後 這時候外鍋就用 因為剛剛是一碗 所以後面用半杯的水 然後再倒到外鍋 好 那這時候再按下去 然後把它跳起來 稍微悶一下 其實這樣就成了一個 非常很簡單的 這個粉光生南瓜紅豆粥 感覺很好吃耶 哇 也是家親要好了 你講到粉光生都很不錯 不過今天講那麼多 也是希望呢 大家不只要把自己顧好 然後所有的家人 包括小孩老人家都要顧好 火流 有 對 把前門後門都管好 就不會小時候來找我們喔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照媽媽好 小粉絲來 跟我們做活動 拜拜 拜拜 今天我跟妳分享一個研究 可以開脫妳不愛運動這個習慣 謝謝妳 其實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迷馬拉松 所以前一陣子呢 美國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 其實馬拉松這種運動 我們也是要適可而止 就可以 逼妳自己的這個 妳體能逼到極限 妳體力反而會下降 這個美國這個研究就發現 那個美洲跑96公里以上的 馬拉松選手對不對 那就很認真訓練 跟那個 就差不多 就是訓練剛剛好 每週跑32公里以下的 馬拉松選手 比起來喔 那些超很兇的人 感冒的機率會增加兩倍 所以運動喔 真的是適量 它是一個U Curve 就是U的曲線 妳都不運動 妳的抵抗力差 妳感冒機率就會高 那如果你運動過量 那麼妳的感冒機率也會高 像那種跑完全馬的選手 哇 她真的把她的體驗超到極限 但妳知道接下來那一段時間 她的感冒機會 會比一般人多六倍 但是其實啊 運動好像還是有一些要注意 包括時間 地點 量 種類 可不可以教教我們 應該要注意 我想我們剛剛強調的是量 就是這個量呢 不要讓妳回家之後很想死 那就表示妳過頭了 但是那個量也不能讓妳 輕鬆到都不流汗 心跳也不快 我覺得這樣也不對 所以以前傳統說法那個333 當然後來有很多的改變 但是333最好記嘛 所以大概就是妳心跳至少要130 有一點微喘的狀況下 那表示妳的運動量才夠 那至於時間 其實妳可以自由地猜 一週裡面妳可以選個一天 或選個三天 或選個五天 把妳整個總量 這個運動量能夠足夠 其實對妳身體就有幫助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哦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哦 妳按下鈴鐺 妳這樣不션 attended 我們按摩 她們的 wij用 別忘了 參 measures 最新釀